爷 蓝静想伸手去负十三阿哥的脸 你醒了 蓝静只是刚刚的起了个意念 还没等付出行动 就被十三阿哥一把拽住了手 现在觉得怎么样 很累 蓝静稍微地动了动身子 然后说出了最直观的感觉 亏你还说累 十三阿哥刮了一下蓝静的鼻子 然后又紧紧地攥着他的手说 知不知道你已经睡了一天了 一天了 蓝静一惊 马上连珠泡似地问 孩子们怎么样 都还好吗 他们的奶喂了没有 放心吧 孩子们都很好 十三阿哥笑着说 奶也没喂 按照你坚持的 等着你来喂最开始的几天呢 不过你若是再睡下去的话 可就说不准了 那快把孩子抱过来 别让他们再饿着 蓝静想到了孩子 自然心就急了起来 看急的 十三阿哥摇了摇头 然后冲着外面 扬声地把盈嬷嬷叫了进来 父亲醒了 盈嬷嬷嬷应声走了进来 见到蓝静已经醒了 脸上立时出现了笑容 是啊 你让人去叫太医来 给福晋爸爸卖 十三阿哥吩咐着 盈嬷嬷嬷 再去把给福晋炖的补品 送过来 爷 蓝静见十三阿哥 不提抱孩子的事 赶紧出声提醒着他 哦 还有 十三阿哥瞅了蓝静一眼 又对盈嬷嬷说着 如果太医说福晋没什么事 再把孩子抱过来 是 盈嬷嬷答应了一声 欣然领命而去了 爷 蓝静想想 如果自己的身子还没好 也是不宜接触孩子 也就没有再坚持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歇着 而是又开始关心十三阿哥了 伸出手去 抚摸着他的脸 你的脸色 怎么这么不好 这个时候 想起我的脸色不好了 十三阿哥一边帮着蓝静 将手掖回到被子里 一边轻瞪了他一眼 我还以为 你有了孩子 就不管孩子他阿玛了呢 哪能呢 我这不就来关心 孩子他阿玛了吗 蓝静陪了个笑脸 然后又仔细地 打量着十三阿哥 说真的 爷 您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眼睛也有些发红 爷 我睡着的这一天 您一直都没睡吗 我说你睡 你就真以为 你在睡啊 十三阿哥 又瞪了蓝静一眼 你那是昏迷好不好 一声不吭地就昏了这么久 吓了一圈的人 是 是我的不是 蓝静态度 非常端正地道歉 下次我在晕的时候 一定提前跟您打个招呼 告诉您 我打算晕多少时候 看来爷是太宠着你了 十三阿哥边说着蓝静 边起身 挤到了蓝静身边坐下 惯得你 连这种事 也拿来开玩笑 可不就是爷惯得吗 蓝静欠起身 依偎在了十三阿哥的怀里 任由他 把被子往上拽 盖在身上 若不是爷惯得 又哪来的 这双胞的孩儿呢 说到这儿 蓝静又抬起头来 看了看十三阿哥 对了 我都已经昏迷了一天了 那咱们的闺女们 怎么样了 长得好看些了没有 哪有当额娘 这么说女儿的 十三阿哥 拽过了蓝静的手 在手心上 轻打了一下 什么叫 好看了些没有 咱们的女儿 本来就好看 蓝静想想 自己见到的 大女儿的形象 即使是孩子都是自家的好 也觉得把好看这个词 往她身上安 有点亏心 怎么 你觉得咱们闺女不好看 十三阿哥挑了挑眉 好看 当然好看 咱们的女儿 自然是 好看加漂亮 蓝静 蓝静赶紧地点头 管她呢 我们闺女 就是好看 怎么的 从此以后 这好看和漂亮的标准 在十三阿哥府里 就改了 谁敢有意见 你怎么知道 十三阿哥刚要问什么 盈婴婴婴 就在外面 秉声道 太一来了 让她进来 十三阿哥将蓝静摆回到了枕头上 自己则离开了抗边 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冲着外面吩咐着 太一进来了 向两个人请安之后 就在十三阿哥的吩咐下 开始为蓝静 转着脉 而通过自己 以及十三阿哥对太一的问话 蓝静了解到 自己之前还庆幸 生孩子所用的时间 没像吻婆说的那么久 其实 却是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样 能让人下体受伤 好在这回是双胞胎 身量都不够大 这才侥幸 没有出任何的意外 道于蓝静为什么会晕厥原因 却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失血过多 第二就是 生下双胞 失了太多的体力和元气 在太一说了 蓝静只要好生的保养 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下一步要进入的就是 吃补时间 因为要自己 亲自地哺乳孩子们几天 至少让他们吃到 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的出乳 蓝静自然 要养足了力气 以及奶水充足 可以供两个宝宝使用 再加上前世今生 他听到的一个做法 做一个好月子 对女人来说 很是重要的 月子做好了 连之前其他的病后 也会跟着有所好转 甚至是痊愈 而月子要是做不好 伴随的病痛 可是一辈子的事 蓝静不知道 关于做月子的说法 有没有科学依据 看西方影视剧中 那些白人女子们 生完了孩子 没到一个礼拜 就四处溜达的 有的是 可是在现代的时候 身边却有着人 用活生生的例子 来告诉蓝静 东方人就是得做月子的 现如今到了古代 这个月子 就更是得做得像个样了 即使是蓝静不想做 也会有一帮人压着他做 好在他也并不想搞 这个特立独行 所以即使那个补品的味道 他不是很喜欢 而且因为要补乳的关系 里面还没有放盐 又更是没有滋味的一些 但蓝静还是吃了进去 等补品吃完了 蓝静心心念念的宝贝们 终于被抱了进来 快抱过来 蓝静见到两个奶娘 一个人抱一个 抱进了两个孩子 赶紧伸长了手要去接 你急什么 十三二哥在一旁的椅子上 坐得稳稳的 眼睛却横了过来 孩子有两个 你抱得过来吗 也感情忘了 人有两只手 用来抱两个孩子 正是刚刚好 蓝静回了十三二哥 一个甜甜的微笑 然后又将目光 转回到两个奶娘的身上 继续吩咐着他们 来 都给我 如果十三二哥 之前没说那句话 两个奶娘说不得 就会直接地 领了蓝静的命的 可是现在他们口中 却是答应着 脚下迟疑着 眼睛则是看向了 十三二哥 等着他的事下 照福晋说的做吧 十三二哥点了点头 跟着又吩咐了一句 要小心些 蓝静满心欢喜 而又小心翼翼地 将两个孩子 接了过来 一手一个拖抱在怀 而且还支起双腿来 做支架 以增强安全性 把这一切做完了之后 蓝静才将目光 放到了孩子们的脸上 爷 蓝静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之前决定 要在十三二哥府里 改变好看和漂亮的 标准的雄心壮志 不禁地又受到了打击 瞅瞅着椭圆形 还有些发尖的头 还有那种种的双眼 以及依旧发红发皱的皮肤 别说硬要往好看上靠了 就是想说什么可爱 有气质之类的话呀 都有些亏心了 所以蓝静斟酌了好一会儿 才对十三二哥笑了笑说 要说咱们这两个闺女 就是懂事 生怕咱们分不出来 虽然这双胞胎 却长得不是很一样吗 蓝静话里虽然是当优点来说 其实两个孩子不像这个问题 其实却让他很是怨念的 虽说在青川小说中 生双胞胎如吃大白菜一般的简单 但蓝静也知道 在现实中 其实比例还是很小的 好不容易自己赶上了 生的又是女孩 本以为可以为他们做一模一样的衣服 梳一模一样的发型 再带一模一样的饰品 好好地打扮打扮呢 却没想到 人家一点双胞胎的自觉性都没有 样貌上居然还敢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而更欺人的是 椭圆的头 种种的眼 发红的肤色 等这些破坏形象的地方 他们倒是极其地相似了 附近 两个奶娘刚要说什么 十三二哥就冲他们挥了挥手 你们先退下 在外面守着吧 是 两个奶娘答应着退了出去 爷 怎么让他们出去了呢 蓝静等到奶娘们退出去之后 才对十三二哥说 应该是您先逼出去才是 我要给闺女们喂奶了 你怎么知道是闺女的 十三二哥起身 走到了蓝静的身边 低下头来 看着他怀中的孩子们 爷 糊涂了 蓝静疑惑地看了看十三二哥 我醒来之后 这闺女闺女的都说了多少遍了 您怎么现在还在问这个 我是说 十三二哥笑着捏了捏蓝静的脸 你怎么知道是两个闺女的 你不是刚生下了第二个就晕过去了吗 爷都说了 我是生完第二个之后才晕过去的呀 蓝静还没有正确地理解 十三二哥的问题 抓住了十三二哥在自己脸上 肆意地守 笑着横了他一眼 也忘了 第一个闺女我还抱过呢 爷 蓝静说着说着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十三二哥看着他的眼睛和神情中 带着些无奈和言语 还有几分的欣喜 再重新地 仔细地想想他问题里的措辞 蓝静的声音也跟着有些不确定了起来 爷 您应该不会是说咱们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 你总算是明白了 十三二哥伸手刮了一下蓝静的鼻子 亏得你醒来的这些时候 一直闺女闺女地说着 怎么就不想着先问问清楚呢 爷说是真的 蓝静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居然是真的 作为一个看过不少青川小说的人 自己曾经有过的歪歪成了事实 蓝静却更加地吃惊了 没想到真的生下了龙凤双胞了 应该说自己是主角 所以才有了这么彪悍的好命吗 因为太过吃惊 也实在是有所怀疑 蓝静将手中的孩子 小心地放到了炕上 随便选了一个 解开了墙宝就去查看 结果是个女孩 再换一个 再解开再看 这回是男孩了 看着那明明白白的雄性象征 再不禁地回想起 在现代看过了好几个女主 生下龙凤胎的文 蓝静喃喃地将心底里的话 说了出来 没想到我也俗了 说什么呢 什么锁 十三阿哥在蓝静的头上敲了一击 赶紧给孩子包好 小心动着他们 生下龙凤双胞 可是连黄阿玛都龙心大悦的吉祥之事 你这个当额娘的 是欢喜傻了吗 是啊 我是欢喜傻了 蓝静放下了心中的炯 开始想着现实的好了 现实有了个阿哥 让十三阿哥的嫡子和长子都有了 对自己的将来的日子 也很是有帮助的 于是抬起头来 看着十三阿哥 爷刚才说 花马现在已经知道了 当然了 你这边刚生完 那边就已经抱到宫里去了 很多人都过来了 很多人 蓝静一边为孩子包上墙宝 一边顺嘴地问着 都有谁啊 你那些个轴里 除了太子妃以外 能来的都来了 十三阿哥输给蓝静听 还有你阿玛也过来了 再来还有些官夫人什么的 什么 也说我阿玛也来过了 蓝静没有心思再听 十三阿哥下面的话了 赶紧接住他问 他没怎么样吧 那么大岁数了 这一喜一惊的折腾 他能受得住吗 放心 你阿玛比你可是沉稳多了 十三阿哥瞪了蓝静一眼 又接着说 而且我已经吩咐过了 只要你醒来 就会马上有人 去赵家世府里送信了 爷 蓝静对阿玛放了心 又开始担心起了十三阿哥 越看越觉得 他应该好生地睡上一觉 当然自己这坐月子的房间 是不能留十三阿哥的 我已经没事了 您还是赶紧去歇一歇吧 瞧着您这脸色 可是真的不好 好 我这就去睡一会儿 十三阿哥点头起身 又嘱咐蓝静的 你给孩子喂过奶之后 也早点歇着吧 这刚醒过来 还是不要劳累得好 再说了 等你醒过来的消息传出去 怕是又要有人前来探望了 好 我记得了 蓝静也很听话地点着头 事后着福晋和二哥哥哥们 十三阿哥没有走出房间之前 先将盈嬷嬷和那两个奶娘叫了过来 不过即使十三阿哥不叫 蓝静也肯定会叫的 他虽然坚持着要自己喂孩子 可是却一点经验都没有 也希望能有专业人士在场做以指点 当大女儿试了好几次 终于找准了位置 开始吸吮起来的时候 蓝静对母亲这一次的概念 就又有了新一份的体会 看着那埋头苦戏的小脸 用手轻轻地顺了顺她的胎发 刚才还觉得她称不上可爱的样貌 现在看起来却是无比的顺眼 你们看呀 蓝静怕吓到孩子 又忍不住要宣泄自己的兴奋 就用小小的声音叫过了盈嬷嬷和那两个奶娘 看她们多可爱 这小小的个头吸起奶来 却是很有劲呢 是啊 两个奶娘也忙小声地凑着去 农才们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漂亮 这么懂事这么聪明的孩子呢 她们才刚生下了一天 蓝静看了看这两个奶娘 你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了 奴才可不敢对福尽胡言 一个奶娘让蓝静的话给问得掖住了 而另一个奶娘则马上接过话来 小阿哥和小格格除了刚生下来的时候哭了两声 其余的时候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吵闹 这可不就是懂事吗 至于说到聪明 适才奴才们还没来得及禀报福尽呢 当奴才们要带小阿哥和小格格来见福尽的时候 她们两个先好像是笑了笑 然后这一路上也都是很兴奋 可见她们俩人虽小 心里却是明白的 虽然我知道你们是拿好话来哄我 但我听着也是开心 蓝静笑了笑 随后又一面正色地对着两个奶娘说着 不顾你们记着 以后这两个孩子的种种 绝对不许对别人说起 该说的我和爷自然会去说 你们只管把他们照顾好就是了 是 奴才们谨遵福尽的吩咐 两个奶娘赶紧对蓝静行礼